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1号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市场 今天的话 这个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日线收星 日线收星 那么这颗星的话 到现在为止 当然是创新低的星 还是跌了23个点 那在盘中的话 还是有一些抵抗 而且抵抗的话 还比较明显 还比较明显 那么低开之后的话 向下探了一个3570点之后 一路拉升到3636点 甚至于到3640点 这都无所谓 点位都无所谓 那么在一分钟级别的话 也是出现了 在第一位的一个震荡行星 没有继续的反弹无力 五分钟级别的话 有机会在这个位置上盘住 这个图形上 已经做了一些盘的动作 有机会在这做盘住 围绕着3600点的话 展开一个黏着 等待CPI数据的这么一个姿态 有机会 但是盘中的话 突然间就出了英国的事 英国的是财长 还是谁 说了好几个 最主要还是英国的 主要是两个方向 主要是两个方向 英国行长 英国央行的行长 然后说英国的金融稳定 面与着严重风险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市场波动超过了银行压力测试的范围 也就是说银行原来的银行压力的测试 可能没有想到那么 对吧 早是那么恶劣 所以说现在的话 银行就面临着问题了 能不能过压力 再有一个呢 就是养老金存在着实现重新平衡的机会之窗 这些人用词都非常的 是吧 所以我们 咱们先别说理解不理解 到底是想表述什么意思吧 但核心的意思就是说 养老金有风险 银行有风险 金融稳定有风险 英国 英国 那这个后面还说了一个啊 这个养老金的这个信息是 你们还有三天时间 这个三天时间呢 是在中文里面三就是多的意思吗 我们不知道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养老金 你们要注意啊 你们的兔子一杯尝不了了啊 等等等等啊 那现在的话呢 说劳动力市场也非常紧张啊 然后这个能源冲击是怎么怎么回事的啊 这些东西都我们重点的核心就是 集中稳定 啊 然后银行稳定啊 养老金稳定 这三项 对吧 那三项 那好了 这三项的话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啊 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目前啊 这个影响市场的一个啊 重要信息吧 实际上啊 实际上呢 针对于英国的金融体系 或者说在这一次的行情当中出现向下调整啊 或者说受到冲击 我们能够理解啊 每一次对吧 这个经济周期 呃 美国加息等等的这些动作之后的话呢 总会有一些倒霉蛋 对吧 总会有一些倒霉蛋 那么 这个呢 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啊 可以被在 呃 意识里面可以被接受的啊 但是有一点啊 有一点 现在的金融体系啊 现在的金融体系 您知道美 这个英国的养老金这个问题 对吧 但是呢 它的核心问题呢 核心问题是养老金的这种呃 做盘的手法啊 说白了 就是原有的逻辑关系 他们持有很多的呃 什么国债啊啊 甚至于美国国债啊 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还加了很多杠杆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它原有的这种金融逻辑关系 可能有松动啊 或者呃 有破损的迹象 而这个破损呢 现在因为经济和通胀的问题啊 然后美国呃 美联储又想把这钱收回来 这个这个破损的话呢 短期之内以后没法去弥补啊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原来还说啊 这个昨天吧 昨天我们我把那个 看空黄金给平了啊 平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开了一个其他产品啊 其他产品啊 今天说也没事 开UBSY啊 因为我UBSY也平了啊 然后一直在担心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个事是不是会升级 对吧 呃 因为呢 这个呃 从开战以来啊 最最强的一次对乌克兰这个各大城市的政府部门的导弹袭击 所以我们说这个战争会不会有升级的动作啊 那 这个事还没还还没落听啊 然后呢 转过身来 英国这就出这么一个信息 所以呢 目前的市场的话呢 脆弱性来自不是来自于说乌克兰呢 还能打成什么样 对吧 除非对吧 这这个是武器升级啊 不是来自于英国经济上出现问题 对吧 这个也不是啊 来自于哪 来自于原有的金融体系 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有一个巨大的问号啊 是不是有破损 而这个破损的话呢 是不是嗯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上没法修复 对吧 说的更简单一点 更直白一点 对不对 原来你都以前一直在过借钱过日子 对吧 现在的话呢 你借不着钱了 对吧 所谓的借钱不就是印吗 对吧 印印美债 印完美债之后各国都买 对吧 这就是借钱过日子 那行了 那现在你再印 再印的话没人买了 对吧 你再借钱没人借给你了 对吧 那你就存在着两重压力 一重压力的话 是还钱的压力 对吧 还钱压力的话 美国一直用的方法就是让 嗯 什么什么啊 这个我们收回美元 然后让美元贬值还钱 然后还差多 我们收回了 一个是这个压力 另外一个压力的话呢 是你借不着钱了 你这些你这日子得过呀 对吧 你这日子得过 所以说呢 目前啊 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靠这个事儿能解决 但是呢 你要是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话 那这个事儿恐怕在这种背景下 你怎么解决 你难道还继续印吗 对吧 一改前面的还继续印吗 这种可能性又非常小 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呃 这个美联储的副主席啊 然后也是观点非常明确啊 非常明确 那这样的话呢 那个英国的事儿 现在又提到意识日程上来了 那我们就看事态的发酵吧 啊 那至少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我们在小级别当中 还是到目前 虽然今天盘中啊 从呃这个下跌变成上涨 从上涨的话又变成下跌 但是总体来说 从图形上来讲的话呢 还是一个震荡型图形 我们还不能说这个位置呢 彻底就算是一个破位了啊 还不能这么说啊 虽然大方向 我们还是继续看跌的啊 那后面就看事态的发酵了 你说英国啊 这个金融体系 如果啊 养老金体系还能够啊 传一传 那在这个市场 市场的话 在这位上可能还稍微温和一点点 本身呢 今天我在小级别当中 跟我们会员说了 我说五分钟级别 在这边有站稳迹象啊 这个位置的话呢 虽然我不开空仓 但是呢 也不建议开多仓 因为向上呢没有什么空间啊 前面刚有一个倒轻反转 对吧 刚有一个倒轻反转 那你这个位置向上的空间很小啊 周三明天的话又面临着银行系统的这个财报 对吧 呃那预计市场给的这么预期什么的都不是很好 那都不是很好 然后呢周四早上吧 又有一个CPI数据 所以呢这两者加在一块的话呢 我说算了吧 这么波动性的市场啊 而且呢在大的方向还是一个熊市的方向 对吧 那我们还是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啊 今天的话呢 早盘啊 这个没有赶上 昨天的话 我USY13啊 13块钱买的啊 就13块钱买的 呃 昨天收盘的时候买的啊 然后呢 这个今天早上的话呢 没赶上啊 今天早上呢 早上事比较多啊 没赶上 没赶上呢 这个回折啊 回折的话 把我13就给套上 套完之后呢 稍微反抽一下 我是13块03分啊 在这个位置 我就次流就跑了啊 呃跑了以后呢 大盘再往上 他也不往下了 比较抗 比较抗 那这个后面的话 因为英国这事的话呢 又发了一波 又发了一波 对于USY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是金融动荡 或者说 呃 俄罗斯乌克兰这块武器升级啊 或者怎么着呢 对于USY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有向上的动作啊 向上动作 是但是对于USY来讲 我个人感觉啊 呃 对他冲击力很强的 恐慌性的东西的话呢 可能还是俄罗斯乌克兰 武器升级这个方向啊 武器升级这个方向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有说啊 这个 因为什么呢 什么叫恐慌情绪 恐慌情绪就是 你不知道未来 你才产生恐慌 对吧 你不知道未来 你才产生恐慌 咱们说英国这事 对吧 经济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如何如何 这个也不算突发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已经被预期了啊 那已经被预期的东西的话呢 不容易产生恐慌 对吧 不容易产生恐慌 所以说呢 市场就觉得哎 经济不好 你就再熬几年呗 对吧 熬几年的话 可能就好了 对吧 看着拿时间磨 所以说呢 整个的这个情绪 或者说这个呃 实际的走向就是啊 可以被预期 但是呢 这武器升级的事 就不可以被预期了 有点像这个前一段时间 20年的时候 疫情的问题 对吧 这疫情到底怎么样啊 是不是面对前 全人类面对着 怎么怎么回事 对吧 所以说呢 对于USY来讲的话呢 对最大的恐慌情绪 要来自于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方向的概率又不大 概率又不大 但USY的话呢 还面临着前面啊 这个15 16前面这个平台的压力 所以呢 我昨天参与了 也是说大盘判断下跌啊 然后下跌的USY能有点小钱啊 能有点小钱 实际上呢 比较好的品种 还是这个晶片的这个产品啊 这短期 这就是从5675 就50%上下 对吧 所以说呢 如果想参与什么做空的话呢 这个可能是首选啊 这个可能是首选 但是我有点想绕着指出手啊 最近一段时间 我一直围绕着什么黄金啊 天然气啊 嗯 这个比特币啊 围绕着这些产品走啊 没有没有围绕着指数来啊 没有围绕着指数来 呃 那重回话题的话呢 就说指数啊 从这个方向 呃 虽然我在这边上 这个位置上觉得 呃 未来的方向很确定啊 但是呢 在这边上防止呢 一些震荡的动作出现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上呢 呃 本来做的图形好好的 在这半路上杀出一个英国啊 所以呢 从这个点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看事态的发展的这个方向啊 呃 从大方向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 我们远期的看见期权 3333点啊 这是保守的目标价 然后比较平衡的目标价是3000点啊 然后再狠一点的话呢 可能3000会破啊 如果真的打到3000 那3000的话 咋晚得破啊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对指数的总体的判断啊 比特币今天啊 这个表现的很好啊 表现的很好啊 现在不是2万美元的问题了 是19000美元能不能守住的问题啊 能不能守住的问题啊 盘中的话呢 这个已经啊 多次的把19000美元向下做破位啊 破位之后啊 收上来啊 再破啊 又收上来啊 呃 但是呢 站在日线级别来看 这个位置啊 无非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 时间早晚的问题啊 这是关于比特币啊 比特币的观点 咱们一直是非常明确的啊 非常明确的 呃 然后呢 是金子啊 金子的话呢 今天呢 说实话 有点可惜啊 金子的话呢 我对他呢 心有余悸啊 这个余悸的这个来源呢 呃 是他在啊 这个 大方向上 如果说俄罗斯啊 武器升级 可能会造成黄金 呃 这种短期的波动性啊 当然了 呃 这种概率比较小啊 这种概率比较小啊 嗯 但是呢 不得不防啊 所以呢 昨天的话也是啊 弄了一点啊 这个DAS啊 看空黄金矿商股啊 赚了一点小钱走了啊 赚了一点小钱走了 今天的盘中的话呢 预计啊 他是在1688美元啊 可以进场做空啊 可以进场做空 结果他今天的话呢 这个走的挺好啊 一千啊 走到1684了将近啊 83.84啊 84了啊 还差4美元啊 就到位了 我就可以开这个DAS的啊 结果呢 这个后面的话就开始震荡啊 就开始震荡震荡呢 震荡走低啊 我觉得这调整还是比较温和的啊 结果后面就是马上就英国的事 啪一颗干的打下来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着实的话有点可惜啊 而这个相关产品的话呢 当然你要直接空黄金的话呢 那就更好了 对吧 相关产品的话呢 从23.5啊 然后弄到将近25美元啊 1.5没了啊 所以呢 这个机会有的时候也是 我在现在的话呢 还是选择风险最小的产品啊 去放空 所以现在的话呢 黄金我也先暂时的躲开了 天然气不反弹也躲开了啊 USY我也平仓了啊 然后你们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我放空什么了啊 这是黄啊 这是黄金 原油的话呢 现在啊 这个在30分钟级别啊 整理的向下整理的趋势比较明朗啊 但是啊 依然还是在四小时级别的整理范围之内 我个人的话呢 觉得这个位置啊 会横盘整理之后 继续向上有行情啊 这是原油啊 然后天然气的话 今天有波动 但是呢 这个天然气的波动呢 至少在四小时级别的话呢 并没有一个特别吸引我重新入场 做空的这么一种图形出现啊 说白了就是没有大幅度拉升啊 没有大幅度拉升啊 不大幅度拉升 即便你判断对了 做空对吧 冒着那么大风险也不舒服啊 我们上一次从这个位置做空的啊 这个六块啊 八块八这个位置做空的啊 同样打个这个位置啊 赚的挺好啊 那一单啊 赚了百分之三十 但是后面这种做空级别没什么肉吃啊 没什么肉吃 冒着风险又那么大 所以呢 就不太感兴趣啊 不太感兴趣 这就是总体今天的盘面吧 啊 然后今天的话呢 还做了一个日内啊 这个是LASE啊 当时的话呢 我们开仓点呃 是这个位置吧 三块零三分啊 这个位置啊 当时在这个位置上开仓啊 开仓的话呢 我离场有点 就说实话有点稍微有点贪啊 当时呢 所有的单都挂了 然后呢 三块零三分 我挂 想 还没挂呢 只是差确认件 想挂一个三块三毛三啊 这么一个卖单啊 想挂一个 这么一个卖单 当时都填好了 就差按确认件啊 然后想看三块三毛四 看见三块三毛四 按确认件 直接333走 结果呢 他打到330 而且非常迅速的两三秒钟 啪就打下来了 就三块零九分啊 然后还没改单子呢 然后又打下了 所以呢 最后的话呢 我也是三块零九分走的啊 三块零九分走的啊 赚了六分钱吧 所以说呢 这个有点可惜 我们会员有风高减仓的啊 然后呢 我就走了 就走了这么一步啊 赚了六分钱 后面的话呢 他还想怎么怎么着 但是大盘也不配合了 他就没戏了 就下来了啊 这是一单日内啊 这个不能说 从赚钱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算凑合啊 但是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速度太快啊 速度太快 所以呢 稍显得有点可惜啊 稍显得有点可惜 那这是这个 今天的这个总体的盘面了啊 那看一下上一期啊 咱们朋友的问题啊 然后温和的语气啊 然后正确道路啊 ac谢谢啊 然后这周交易顺利啊 呃 送决还行吧 啊 这个都是迎头小利啊 赚一点就不好 赚一点就不好啊 呃 发言啊 正值啊 然后反弹会考虑大盘什么点位放空啊 原来我还是想这个呃 再高一点啊 但是你看大盘这个脆弱 所以呢 我觉得大方向放空大盘没有问题 呃 选择产品的话呢 如果我们点位并不是拿捏的特别准的话呢 我觉得呃 远期的看跌期权可以搞一搞啊 然后一年左右了 好吗 啊 嗯 至于正值这问题的话呢 反正 呃 有识盘 识话识说啊 然后赚钱亏钱 都都都说点识话啊 别在这忽悠啊 我这天天赚 是不是啊 巴菲特都比不上我 哈哈哈哈 那你是不是 人们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 避免滑点 比特币永续合约 一次的滑点在0.75左右 这有啥办法避免 首先来说这位朋友啊 你这个问题的话 我不是太确定 我是不是懂啊 也就是说呢 在交易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买的话可能价位高一点 你卖的时候价位可能会低一点啊 那可能是这个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啊 如果是这个的话呢 你要看券商是怎么设置的啊 有的券商他知 他就是要吃你这个滑点啊 有的券商就是要吃你的滑点 如果你要是稍微懂一点的话呢 呃 在这个华尔街和有一批人吃这个 对吧 当然他不是说这个比特币了 他就说在这个短线交易啊 这个他去撮合交易这个方向 他呢会有电脑会撮合的比较快 对吧 你看有的时候有些股票 比如说啊 9块5毛9块5毛5分 后面还有两位 对吧 9块5毛5分 比如说55 对吧 呃 有这么一个啊 但是呢 实际上你的对手盘的话呢 可能他拿到的价位的话 不是这个价位 他中间的话呢 吃你个 嗯 0.05 就是不到一分钱吧 啊 不到一分钱啊 他会有这么一个啊 有这么一个动作 至于这个比特币的话呢 就更是如此啊 所以说呢 比特币你还是要看券商是怎么设置的啊 这当中的话呢 肯定会有这个问题啊 肯定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知道啊 当然了 我不知道你指的滑点是不是指的这个方向啊 呃 LCE谢谢啊 危机有危就有机啊 今天啊 这个房屋从贷到账 抄底机会千载难逢 什么意思啊 小麦上周跟丢了 没事 今天又回来了 对吧 所以说交易的话呢 它是一个连贯性的 总是有机会啊 这是Racha啊 谢谢吧 啊 这厉害不敢说 反正就是知足 哈哈哈哈 SHOP能抄底吗 SHOP 如果你问我 不抄 啊 不抄底 啊 不抄底 现在的大盘 你看这个位置已经破位了 对吧 还在继续往下走 是不是啊 然后周线级别呢 在这位置 虽然啊 顶了一个21周级均线 但是继续往下来 所以现在的大盘不适合抄底啊 不做多 就不做多 打死也不做多啊 见底的时候多看我们节目 见底的时候我们会说的 好吗 啊 那好了 后面还有一个Justin啊 说天津啊 对对对啊 这个是老乡吗 啊 好的 那咱们这个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的持续关注啊 一键三连啊 点赞评论 转发订阅啊 然后这不是四件事 我一直就纳闷这个啊 行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有什么事的话呢 呃 这个明天的节目 咱们再接着聊 拜拜 拜拜